i wanna feel the 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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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大家好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 五個我最常用的袋子 因為大家都在Instagram的Q&A 有問過可以分享一下這個袋子 那我就問大家 究竟想看我五個最常用還是最喜歡 大家都選了很多都是常用 所以我就精挑細選了五個 我真的經常用到 亦都是覺得非常白搭的款式 去跟大家推介一下 我們首先第一個就說我最最最最最常用 真的每天 就一定是有toe bag 其實我是挺喜歡拿toe bag的人 無論是這個 還是我之前和大家分享過的 Charles & Give的皮袋 或者是Long Tram的環保袋 其實都是我最常用的 上班的時候 其實我都會拿多少東西 無論出去拍攝或拍攝 其實我都會拿很多東西 因為有時候拍攝 我可能不只拿一套衣服 兩套衣服 那我就很需要一個大的袋子 那最近呢 我就經常用到的 就是這個toe bag 一開始我覺得它很大的用量 真的 覺得會不會我經常拿到呢 但我發現呢 其實我真的經常拿到這麼多東西 是滿了的 那它前後就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這個袋子是否可以買的 那所以我就專注說一下 我會怎樣選一個toe bag 剛才容量 就是它拿很多東西 二來就是呢 我喜歡它這個toe bag 它有內袋 那所以可能如果一般toe bag 其實都沒有的 如果它有的話 我會覺得很好 就是消毒啊 或者是紙巾那些 我都會放在這裡 那就可以整天都會拿到 那還有我喜歡呢 可能toe bag它有個型 雖然呢 它也是不是挺身的那些 但是其實它這裡都套了一些線 令到它有那個麵包型在這裡 是那些很喜歡什麼都洗的 就是一出街 我就是什麼衣服都要洗的 所以對於我來說 這個是非常之好 去到第二個呢 就真的有得買的 這個是Charles & Keith的 那這個袋呢 其實是我超級常用 每一次拿出去 其實都有人問我在哪裡買 因為呢 大家的印象就是 哇這個袋的容量超多 真的裝了很多東西 我自己都沒有預期到 因為當初其實這個款式 就是很誠實跟大家說 它是可以說是Kuji的一個dupe 但是它這個款式和它的size 就大一點 好像只有正式 我不確定 但是Kuji的Monogram 我自己都很喜歡 尤其是喜歡它牛仔這個款式 我覺得很漂亮啊 那我也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優點先 Charles & Keith這個牌子 其實它很多袋 都是小之女的天堂 相對上這個皮袋 我覺得它挺耐心的 而且其實我自己覺得Charles & Keith的袋 好像這一年 那些袋子的皮 是更加越來越好 而我自己喜歡 就是它有兩邊 首先第一邊 就可以說它正面 因為它這裡有它的牌子 然後背面 就好像有這個扣位 那我覺得很好 就是因為它是很安靜的 那你打開了之後 不是直接開了那個袋子 你還可以開這個拉鍊 那還有這個肩帶 其實就是剛剛好 是shoulder bag的長度 那你其實可以自己再調整 可能再長一點 短一點 你自己喜歡都可以 它裡面呢 它會包一個斜背帶給大家 去再接駁它 而且它真的拿到很多東西 它有銀包放在這裡 碎片機在這裡 所以我覺得這個袋子 真的我每天都可以 而且它啡色都很容易搭 之後呢 也是有一個啡色之處 LV這個 現在因為有了Charles & Keith那個 我就比較少用一些 因為這個相對上 你看到這個容量沒有那麼多 你看到它旁邊比較扁 它是非常classic 很90s 或者是很2000年代的時候的感覺 全身好像那時候我買的時候 是挺難買到的 所以我就買了一個vintage 而且vintage的價錢 都是非常容易接受 LV的vintage 其實相對上比起其他牌子 比如Chanel 或者MX這些 的二手價 其實是更加易入手的 因為很多時候可能這些袋 都是不過萬 我記得這個袋子的價錢 好像5.5千元 好像 而且我覺得它這個 Condition來講 也不錯 它不是用得很殘舊 也不錯 而且這個袋子的 手帶位 其實也是可以做shoulder bag 它的長度也是剛剛好 大家也可以做 參考 究竟你想買一個 比較保值的牌子 還是想耐用一點 就可以有這兩個選擇 說起這個shoulder bag 我發現我自己 最近真的用得很多 因為其實也是這幾年 流行這些袋子 這個牌子 我想說 跟Charles & Keith的價錢 差不多 因為它也是超級便宜 就是幾百元 就已經擁有到 所以絕對是少之旅 可以擁有幾個 因為它的價錢 就太好買了 除了買了幾個款式之外 這個款式 我也買多了一隻顏色 有藍色和黃色 但我自己最常用的 應該是藍色 其實我自己也有想過 再買幾個顏色 但我覺得好像可以給一些機會 其他牌子 我覺得 都比我想像中 我常常會背 因為可能 比如一些比較light的穿搭 pastel色的衣服 其實我覺得 配這個藍色也很好配 而且又是它的好處 就是容量 又是很好 當初買完 我就不是說特別 太大 expectation 但是收到的時候 我就覺得 它的質素比我想像中好 就是因為 首先它這個是Vegan皮 雖然它很便宜 但是 它沒有那種很便宜的感覺 它這個就這樣 輕輕力刮 都不會有狠 沒有一個耐的虧位 就是很普通的 我就覺得 都很好 它本身已經很便宜 都不預期太多東西 它的拉鏈都容易拉 但是它這個肩膀帶 就不可以拆 雖然你看到它這個位置 是可以開 但是這邊其實是拆不到的 你會看到它的型 其實不是就這樣一個長方形 它會有少少曲的 這個可以說是白花的dupe 最後一個 當然是壓軸出場 因為這個 真的是最經典 登登 就是Chanel的Classic Flap 眾所周知 Chanel的Classic Flap 首先是一來 漂亮 經典 還有它很保證 第一次我去看Chanel Classic Flap 在店裡看的時候 好像是四萬多 我忘記了 其實是幾千 但是現在已經升到 五萬多六萬多 一個Classic Flap 首先我覺得Chanel這一刻 是很瘋的 無論是什麼疫情 什麼事情 都阻止不了它加價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早早已經買了 一個Classic Flap 是一個非常好的投資 就是因為 可能你轉手 如果你本身的情況很好 轉手的話 其實你已經賺了 可能一萬多元了 所以我也是非常開心 我擁有了這個Classic Flap 首先喜歡它 就是因為我喜歡 Caviar這個皮 就不是特別喜歡羊皮 因為我覺得羊皮的袋 相對上比較容易刮花 你是很容易看到 也是很心痛的 本身無論是否Classic Flap 都好 黑金這個配搭 是真的無論你襯什麼衣服 都是有點無敵的 再加上這個Chanel光環 這個袋 就基本上就是襯什麼衣服都可以了 譬如我現在啡色也可以 形的黑白也可以 或者是很lady 就這樣little black dress 這個也是很容易配搭的 而且我自己很喜歡 這個雙鏈的位置 就是這個長度剛剛好 可以shoulder bag 是非常之classic 非常之美 戴上街 就真的覺得 挺好的 不用那麼lady的話 就可以拉了下來 就可以斜背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跟我一樣的感覺 就是我覺得通常Chanel的斜背袋 帶子也不知很長 但我覺得這個 它真的剛剛好 每說到屁股要超低拿東西 它真的沒什麼缺點 1000分 就是1000分out of 100 因為真的太完美 我太喜歡 這個其實都是我其中一個 我最最最喜歡的袋 但是要我選最喜歡和最常用 我會歸它為最常用 是因為它真的非常之百搭 而且它黑色 你真的不用怕髒 你穿牛仔褲也可以 而裡面呢 它也有Chanel的logo 還有它有很多間隔 裡面還有不同的內位間隔 我覺得很好 其實大家可能看到這裡 它是黑色 我當初買的時候 我不是在店裡買的 我就是買這個二手的 就覺得它的Condition很好 而且我這個款式 是因為它是 記得了是寄了20年前的款式 它的金是它24K Gold 我可以買全身 但是這個是更加有這個價值 而且它的Condition真的很好 所以它這個就不是你們大家 平時會看到裡面的紅色 這個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因為更加不用怕髒 1000分的一個袋 超級常用 也是超級白搭 也是很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本身想買Chanel 第一個呢 先入手這個Classic Flap 雖然我自己也不是第一個入手這個 但是真的入手了才 包升值 因為你不知道改了幾年之後 它會不會瘋到升到七萬幾百萬 在這五個袋裡面 大家有沒有都有一款 是你會常用的呢 我們都可以留言大家一起聊一下 還有跟大家有個小 sneak peek 就是我拍了這個最喜歡的袋子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的話 就記得不要錯過了 那我們下次再見吧 Bye 我們下次再見